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这中间最后一个结论叫做洋语套 好了 那么已经预告到今天的上一次节目 这个还是上一次节目 5月4号这一天呢 还收在10720 对不对 跌了271点 那5月4号我说什么 多方讯 还不变嘛 到了今天有没有变 没有变 对不对 继续呢 天同的指数趋势 盘整很慢 对不对 很慢 懒散休息 盘整温和向上 可是 到了今天看起来的指数呢 10774 跟上一次10720 那也不过才差了三十几点 没什么改变 经过两天没什么改变 那到底是反弹还是回升 我还是再讲一遍 对不对 上这已经讲过好几遍了 2008年的金融海啸例子 反弹 大盘是可以反弹到 当年可以反弹到77% 2011年呢 那个空头的反弹是可以反弹到93% 那么到4月30号呢 今年呢 到4月30号最高是11012 反弹67%而已 所以 那就现在的经济形势怎么差 分明你知道很差 可是股市还在涨 那我们到底要定义它是反弹还是回升 那跟去年 跟这个前面两年一比较 OK 反弹 没问题 对不对 反弹还有更强的都有 但只不过这个长空越强势 通常这个反弹套路它就越深了 为什么 因为经济不好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经济不好大家都知道 那么它就一定要玩到你什么 买单为止 那么经过这个反弹 经过3月21号 给大家预告 当时4月份 七煞月变盘 变中变 那一个4月7日的变中变有什么套路 我本来真的是照什么 3月21号的预告 24号起涨 对不对 24号起涨 到什么时候 到4月22号的最后一天 它21号临时来给你一个变中变 对不对 本来是多方趋势 但是突然转弱为盘整 这第一个套路 那第二个套路 老师有没有预告呢 4月22号就给大家预告了 ちょっと待って 对 还没死 还没死 云烟散去还落地 那七星镇里建云烟的时候 眼看着已经大盘从多方趋势 转为空方趋势 它怎么会让你 怎么样 践踏在泥浪你 不行 总是天降有福人 其实十里逃生还有契机 因为天同还要洋与套 对不对 好了 那么天同的指数趋势 我也举过很多次我们去年预告的例子 6月2号 2019年6月2号 它是什么 温和向上 对不对 那12月呢 2019年的12月 当时在一个月前的预告 是什么呢 盘整温和向上 都叫天同 好了 没有错 盘整温和向上 盘整温和向上 这个在去年有两次的验证 可是这个天同月到了现在为止 那干嘛要叫它洋与套呢 对不对 那我在指数的趋势上面没有问题 那真的是在4月27号 对不对 本来七萨月 4月份的七萨月 变中变 翻多 又转盘整 它又给你怎么样 4月22号老师预告说 5月天同 洋与套 4月27 真的又重新翻多 对 又变成什么 盘整 温和向上 那这个趋势 为什么要叫它洋与套 我就给大家再看一次 我说长空越强势 反弹套路就越深 那很多朋友就觉得 哦养套杀养套杀 没说像被公事一样 不是这么简单 你看 这个我还在4月24号那天的提醒 你看4月25的节目 那是周末的节目 你看上一次老师 上一个外资玩了套路他什么 怎么玩 对不对 当天老师还提醒说 你看外资买了150亿 好像很漂亮 报纸登出来 外资认错回补 被大妈嘎到认错回补 马上怎么样 隔煤两天 142亿卖出来 等于没买 再来呢 买了209亿 然后又来呢 卖超377亿 搞了半天 他有没有买 没买 那到上次 这个4月24号 这个支卷 这个融资是1042亿 从900亿增加到1042亿 那5月6号呢 养到现在是什么情况 来 我们来看一下 4月27到30 又来了 外资买了518亿 对不对 这一段他买了518亿 可是5月4号5号没有两天 他马上就全部倒出来 卖了多少 494亿 换言之 换言之 这一路以来 从上次到现在 外资一直在干什么 不是在养吗 不是在套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养出什么 养出荣之余儿 已经在这一路 大增了185亿 不得了 不得了 旁边的主角是谁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些抗议概念股 对不对 那在抗议概念股 第一次震荡回荡的时候 老师跟大家讲 稍微留意一下 这我们开始第一次会动摇的时候 其实就是什么 我们天同月里面讲到什么 讲到什么 你有十里逃生的机会 要注意一下了 要注意了 他不会让你 那个4月29号的震荡 他还不会让你死 但是你要注意了 那个在大震荡做头 那个很痛苦 十里逃生还是有机会 对不对 4月29号我先提醒你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抗议概念的 对 第一次跌停板 像瑞基 对不对 第一次跌停板 第一次跌停板 那我跟大家讲说 十里逃生其实有契机了 但是你要注意到这个讯号 他已经开始震了这个讯号出来 你们就要注意 就要注意一下 这些领头羊开始震 他就要羊羽套 那上一次的节目还是跟大家讲 你看他跌停之后 啪又涨停回来 那是在干嘛呢 他是遇难成降 还是羊羽套 那我说都是啦 你好好把老师的话听进去 你就遇难成降 那你如果是忘了老师跟你讲的话 那你就真的被套 我上次还用这个波浪的一个大致的观念 跟大家讲 跟大家讲这个观念 当然不是说股票的波浪都那么标准 每一趟 这个什么第四第五波 这个个股的筹码 还有个股的基本面 这个都有很大的不一样 这个都可以有很不一样的变化 但是我们今天看了 经过了两天之后 你看恒大 对今天一根恒大 早上帅不帅 很帅开掌停板 尾盘帅不帅 不太帅了 跌5%了 对不对 热硬呢 对不对 保龄父亲早上有没有再来一根掌停板 有啊 对不对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所谓逢凶遇难成降的机会 有吗 上次套在这里有没有遇难成降的机会 有吗 对不对 那其他当然 少数的像康纳香这个口罩 这个还没 这还在第三波里面 对不对 台康生计呢 这个也就蛮明显 对不对 对不对 又开高走低了嘛 对不对 哦 现在盘面剩下康纳香高端疫苗 这个得到 这个 新冠状肺炎 这个疫苗认证的 这个比较稀罕而已 还有第三波走 其他就开始在震 震什么东西 震什么东西 对不对 不是老师上次跟你讲的这个意思 对那时候恒大在哪里 哦 哦 哦 对不对 当天恒大在哪里 对不对 今天恒大在哪里 是不是 那我补了一个第三波的尾巴 我就开始要震了 是补了一个第三波尾巴 我就开始要震了 所以这个概念是这个样子 哦 当然不是说每个人的第四第五都长得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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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么标准 不会不可能 因为每档股票的筹码都不一样 但是问题就在这个过程里面 哦 我们怎么样说好 那你反弹归反弹 有的人要去 一定要去博一下 哦 那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样 哦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拿着 身家性命去赌 啊 这个 这个我不是很赞成 啊 但是今 这一波以来 哦 这些领头羊 都有什么 老师跟大家讲说什么 这天同月都有什么 有遇难成乡的机会 你有十里逃生的契机 哦 那你大家自己就 知道 多小心一点 好不好 OK 那当然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会想说 老师那没关系 我报到520去 哦 没有错啦 也没有520的打算 政府 政府机构有没有 护盘基金有没有给他护到520的打算 老实讲还真的是有嘛 他也不是第一次嘛 对不对 那问题是 这个是 你 股票获利的保证吗 不是 对不对 我们来看 来 三月份 你看他前两天哦 这个上一次 这个官股在高档卖超卖超之后 当外资又开始卖出五百多亿的时候 四五百亿的时候 他又开始给他买回来 所以他在跟官股跟外资在买一个 你丢我捡的游戏 还是在玩这个游戏 那三月有没有玩过 玩过啊 对 这三月份官股有没有大买超 有啊 哦 买了支用力的 结果三月份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还记得嘛 那就难怪说三月份要亏了四千多亿嘛 那是保证吗 不是保证 对不对 他也要忙着解套 又有政策使命 可是呢 他又想解套 他们比你痛苦 他们比你痛苦 所以何必让自己痛苦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从我们刚节目一开始看到现在 我们看到几个结果 讲到几个结论 就是说第一个 这个 所谓天同养羽套 养出个什么东西来 有没有养 有养 对不对 有养嘛 养了一百八十五余融资 这不得了 短短一个月之内 融资暴增 那这个当然都是将来要特别特别的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伏笔 你懂我的意思 那帮下去是我们那些 找不到 所以说 现在 官股 是在做这个维稳的动作 我也提醒大家说 这个是说520到最后 只是有面子而已 怕只有指数的面子而已 这个不是个股的保证 好不好 给大家提醒一下 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外资在那一买一卖当中 在那一买一卖当中 老是搞这种游戏 买进去给你看 马上趁你怎么样 你看到外资大买超 你就跟着进去买 那第二天就开始倒给你 是不是 玩第几次了 烦不烦啊 老师有没有很早就提醒 对不对 现在又玩一次 这两天又玩了一次 那有没有养出来 所以说我跟各位讲 你就是说 这个空方的反弹 确实会让人家觉得 非常的什么 信仰 因为为什么 空方反弹的 这些股票的涨的速度 比真正多方还要快 真正的多头它是慢慢来的 它是细火慢炖 真正健康的多方 所以才请各位说 把握老师跟你讲的这些 我把握我们老 这个传承稿的这个细节 你才不会说 奇怪有时候放空太早 那也不行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那个 等你那个座头的时间 你要很久 所以珍惜一下 好不好 自己的身家性命 那这个破军年呢 这话当然还是破军年嘛 破军年也要提防些什么事情 那这个我在1月18号都讲过很多次 对不对 那已经一路已经讲到 今天都已经五月了 你看看 讲了四个月了 军事冲突 对不对 你要提 我们要提防军事冲突 还有疾病 对不对 还有什么 盘氏要提防什么 不合理的 超乎你预期的长势或跌势 甚至于双疤 对不对 三月份恐怖恐怖 很恐怖 但这是要干什么 这是要把泡沫 泡沫给打破的 现在遇到了这个 经过了2月份破军夺魂巨 有没有谈起来 有谈 当时也有反谈 有没有被养到很心痒 有吗 养到很心痒就糟糕了 对不对 那3月20就来天罗网 老师有没有在2月20号预告 3月份天罗网 当时光股有没有大买超 对不对 劳动基金亏了4000多亿是怎么来的 那现在又谈回来了 谈回来 谈回来 然后在这里刚好他要解套 对不对 他要不要解套不是他的自由 你懂我意思吗 我讲到一半不能讲太多了 所以呢 在4月22号 4月22号来到这个地方 天同羊羽套 那个经过了七煞的变盘 现在来到4月份天同的羊羽套 那这些套路 外资要去怎么 把你养 把散户养进来 那这个我前面 已经4月29号 4月25号就讲过 29号就讲过了 对 那外资这个买给你看 然后第二天再卖出来 你看这个这段时间又来了一遍 那这个重点是 我羊羽套 羊羽套 到底什么时候 那个套与杀的过程 才会开始 那这个3D波浪的事先规划 就要请各位一起来掌握 传真稿的魔鬼细节 因为事先规划 事后 事先规划大家对未来 才有一个清楚的蓝图 对不对 那你跟着老师 按表操课 这样就OK 破军年还是破军年 对不对 老师在1月18号 跟大家讲这些事情 到今年截止 你都还不能掉以轻心 到这个农历年截止 哪怕是到9月10月 我告诉你 你这赔都要比较压的 对不对 美国还要考虑报复北京 你觉得川普快要选举了吗 对不对 川普会放过这个机会吗 还有老师提到破军年的军事问题呢 军事冲突问题呢 1月18号就给大家提醒了 现在现象有没有 不要说这个美军的电阵机 或是大陆的战舰在台海附近绕来绕去 根本连中国自己 他的内部报告 是中国自己的内部报告 不是新闻乱写的 中美恐暴武创冲突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老师在1月18号就跟你讲 今天要提访 提访 好不好 等到这些专家 等到这些现象都出来的时候 等到事实发生的时候 那照片用笔也不够 好不好 那问题是什么时间点 安排在什么波浪未接 转针稿的规划内容 一定要请大家一起来把握 事先规划 事后验证 20多年全台见证 不让先生是您唯一的选择 电话拨通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